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蓉先生 這日在香港殯儀館舉殯 早上9點進行殯儀式 然後寧舊就移送大嶼山寶蓮蕾子的海匯塔火花 不少政商界和娛樂圈名人 包括馬雲 陶傑 許安華等等都有現親送別 到了大約10點45分左右 一班親友就陸續離開殯儀館在門外守候 然後金蓉的棺木就由六名職員運上嶺車 棺木上面蓋上了一幅淺藍色繡花布 而金蓉先生的遺照就由他兒子茶船剔綁住 而茶船剔全程都垂下頭神情縮木 最後嶺車就直駛去寶蓮子進行火化儀式 而家屬親友都有一齊前往寶蓮子 向金蓉先生作最後的道別